我會依然記得 I can see forever 網路上很多人說 催眠可以深入潛意識 把人從失戀的萬丈深淵抽離 來到這個美好的新世界 你只要靜靜的 仔細的 聽我的話 時貞是阿掌 阿掌就是時貞 宋大元從此以後不會愛上時貞 不會愛上時貞 阿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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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 有用吧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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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不要破壞時針在我心中的形象 你這種辱蛇心態怎麼可能走出失戀 那不然我先幫你催眠啦 好不好 幫你把學姐變成阿掌 沒關係 不用了 我們再想想其他方法 有什麼方法 你在幹嘛 吊飾催眠喔 你怎麼知道我們在催眠 那個吊飾在網路上面賣299 狂稱是催眠的最佳利器 新聞有報導是騙人的 你們不知道嗎 大遠 你今天下班有沒有空我們去運動 失戀哪有心情運動 就是因為失戀 要靠運動轉移注意力啊 不然怎麼會忘記失戀的事情啊 還真羨慕你耶 上輩子你一定修得很好 所以這輩子不用體驗失戀的痛 誰說我沒有驚訝啊 我也是談過戀愛好不好 你有談過戀愛 真的假的啊 怎麼可能啊 嘎女屁事啊 上輩子你這麼貴嗎 公務機 好 我馬上過去 怎麼了 那個VIP的病人啊 他的BP突然升到205132 我還有抽血報告還沒有看 你先去病房 我去幫你看報告 好 王先生 不是叫你不要拿手機了嗎 醫生 我老公的狀況怎麼樣 先幫他開一顆降血壓藥 兩個小時之後再量次血壓 好的 他本來就有高血壓 怎麼會好端端的就飆這麼高啊 不是有交代過 不要再讓王先生再看股市了嗎 這會讓他情緒波動血壓升高 要是你們都不配合的話 再厲害的醫生 也沒有辦法幫你們 他的工作本來就是幫人家操作股票啊 你不讓他看股票 萬一害到投資私利 造成客戶的損失怎麼辦 我的意思是 這段時間王先生應該以身體為重 你們年輕人就是不知道投資的重要性 你們想哦 如果你投資兩百萬 一年的負利是十趴 十年之後就是五百一十八點七四八五萬耶 老婆 是七四八六萬 千位數以下要四捨五入啊 好啦 好啦 所以你們說投資到底重不重要 你聽得懂嗎 在上數學課嗎 詠俊 你聽得懂嗎 我也不懂 不懂就算了 如果你們的醫生沒有辦法治療我老公 那我們就轉院 等一下 王先生恐怕要再多留幾天 不必了 反正會治療高血壓的醫院 不是只有你們福大 抽血報告顯示 王先生的腎功能異常 高血壓可能是由腎臟疾病引起 還需要再做進一步的檢查 高血壓跟腎臟有什麼關係 我知道了 這一定是你們的藉口 要把我們病人留下來賺我們的錢 王太太 醫生以病人健康為第一優先 我們所有處置都是符合醫療常規 該做什麼做什麼 所以請你收回剛剛說的話 愛錢的人我看多的了 如果你們開醫院不是做生意 難道是做慈善事業啊 王太太 血壓跟腎臟當然有關係 例如腎臟血管狹窄 引發不正常的荷爾蒙分泌 就會讓血壓上升 所以接下來要請王先生 留下二十四小時的尿液做檢查 進一步釐清診斷 現在就開始流尿 好 接下來每一個小時 請你們收集尿液到收集桶 明天早上送護理站就會送宴 同事盡快幫王先生 安排腎臟超音波檢查 以及抽血檢查內分泌項目 這樣聽懂了嗎 不懂 不懂就留下來聽我們的 好 隨便他們來了 好 隨便他們來了 潔毅 這張繞著院跑十圈喔 不對啦 跑十圈啦 行不行啊 走 走 快點 跑起來 起來 我腳 我腳有點痛 你借口很多耶 你應該有聽過 RUNNER'S HIGH吧 運動產生腦內飛 可以讓人體感受到 幸福快樂的感覺啊 我最近瘋狂的幫大家值班耶 累都累死了 再跑十圈 我肯定不知道幸福的感覺是什麼 宋大元 你如果不釋放悲傷的感覺的話 硬撐著是會累垮的 跑步你可以借機偷顧一下啊 跑得越快 風越大 眼淚一下就乾了嘛 我沒有這麼嚴重啦 你不用擔心我啦 如果你怕我看到你撲的話 放心啦 我跑在前面就看不到啦 就算看到的話 我也不會跟大家講 真的不用了啦 我要回家了 這是什麼 我書桌鑰匙喔 我叫詠俊從你的櫃子裡面 偷出來的 意思就是 如果你沒跑完 他也不會幫你開門 你要... 我鑰匙 不要走 大元 我知道你心裡不好受 但是時針 他心裡也不好受啊 尤其是他知道你 最近一直躲著他 他自責又難過了 當不成情侶 還是朋友吧 還是朋友吧 大元 你怎麼會跑來啊 不是下班了嗎 我... 我來拿點東西啦 好 好 好 施政 對不起 你... 你幹嘛跟我道歉啊 我這幾天的表現 一定讓你很為難吧 對不起 沒有啦 是我... 害你被大家指指點點的 但願... 對不起 不... 不... 你拒絕我 是你的權利啊 是我... 害我們兩個 變成大家的話筆 是我的錯 是我要對不起 沒有啦 是我... 沒有注意到大家都在 所以... 大元 對不起 不是你的錯啦 是我的錯 我... 我應該要保護你啊 不要被別人說三道四的 是我要說對不起 對不起 我... 你們兩個 一直鞠躬彎腰 腰不痠啊 對啊 小心 這一肩盤突出喔 你們兩個也太有禮貌了吧 好有家教喔 人家現在還是一笑名恩仇 那我們兩個 站在這邊幹嘛 對啊 你們在這邊幹嘛 走了 你們兩個 不要... 他又在學校跟大元的啦 你們把話說出來 還滿舒服的耶 那... 你以後不可以再躲著我了 還是朋友 還是朋友 我們是同梯間室友 這種革命情感 絕對不會因為一點小事 就被破壞 你們應該沒有要值班了吧 下班了 走 慶祝 走 慶祝 好耶 走吧 走啊 乾杯 謝謝 今天真的很開心耶 我們終於可以像以前一樣 不用這麼別扭了 為了表示我的歉意 你...這通啊 我請 你請 你有錢嗎 有啊 大元 我們大家勾搭就好了啦 實習是又沒有賺多少錢 每個月的實習津貼 才一萬五耶 你就省了點花吧 我還有值班費啊 那也才三四千塊耶 而且還要等到兩個月後 才會入帳喔 說到這個 我們真的很可憐耶 平常已經累跟狗一樣了 值班費 平日一班五百 夏日一班七百 這不是跟靈眼一樣嗎 沒關係啦 醫師的本質 本來就不是在於 收入有多少啊 勾用就好啦 至少不用跟家裡拿錢嘛 至少不用跟家裡拿錢 除了某人 你什麼意思啊 成年人自立更生 就是這個意思啊 好啦 潔毅 勇君他家裡有錢 也不是他的錯啊 反正我平常 也沒用到什麼錢嘛 這桶啊 我來請啦 大元 這桶啊我請 這是我爸的副卡 盡量刷 上到哦 那我們可以吃心安理的 你多點一點 謝謝勇君哥 謝謝 謝謝 石正 為什麼你跑來念西醫啊 我本來是要讀中醫啊 不過物打物狀就讀了西醫 不過我也覺得不錯啊 之後可以融會貫通 中心合併嘛 大元你呢 我從小的偶像 就是怪異黑捷克 我希望我長大以後 也能像他一樣 到處行醫救人 再加上綠島那邊 醫療資源啊 比較缺乏 我希望我畢業之後 可以回去替大家服務 大元你好棒棒 以後如果缺人的話 我會給你 謝謝啊 如果還缺錢的話 你可以找勇君他們家 醫美集團贊助啊 反正他以後也要回去接班 其實我沒有很想要接我爸的事業 為什麼 如果接我爸的事業 大家就會覺得 我是罕金湯匙出生的 但我不想 你都把你爸付卡拿出來了 這不是靠爸族是什麼啊 現在還是學生嘛 這是生活費 以後就不會靠他們了啊 一直說我 你呢 為什麼想要讀醫 就那個分數到了 不念百不念 不要說我了啦 是孟羅學姐耶 時間也不早了 明天還要開晨會 今天就到這吧 我去結帳 謝謝啊 學姐 這麼巧 我剛才就看到你們啦 但我看你們兩個那麼開心 所以就沒有過去打擾了 最託啊 我請吧 不用 哪有學姐 讓學弟請客的道理 哪有男人 讓女人付錢的道理 謝謝 其實很不好意思 你的卡刷不夠耶 怎麼可能 你再幫我試試看 還是不行 刷我 好 實習醫師一個月才賺多少錢 自己卡刷飽了都不知道 不懂 不懂得理財 就算家財萬塊 也是會做吃相控的 想當個有能力的高富帥 也要有毛貸才可以 老師 你們今天這趟要算我的 好 不好意思 我先走 冒柔 你怎麼了 你剛才替學弟他們付錢 也就算了 為什麼還要說那些話 到底是想證明什麼 我沒有要證明什麼 身為學長 幫學弟妹們付錢 有什麼不對的 你那叫做霸道 你覺得替學弟他們付錢 就可以教訓他們 那是不是替我付錢 是不是也代表可以教訓我 我沒這個意思 你的行為 就代表你就是這個意思 我剛才有說錯 一個月賺沒多少錢的年輕人 可以這樣隨便揮貨嗎 但也不代表你可以這樣子 不給別人面子啊 什麼 停卡 好 謝謝 對不起 您撥的電話未開機 請稍後再撥 什麼時候了 開機 十一八的病患怎麼樣了 昨天進行膽囊切除手術 現在已經開始進食了 嗯 你有提醒病患家屬 術後應該注意事項嗎 已經通知家屬 術後兩個月內 要限制脂肪攝取 採低油低膽固醇的飲食 很好 宋大宇 老師什麼事嗎 你和柳同學最近怎麼樣 謝謝老師關心 已經沒事了 感情不順利 正好專心工作 很好 專注在工作上 是男人應該有的表現 戀愛並不重要 可是老師 你不是正在談戀愛嗎 我和你不一樣 你只是個研究員 還沒有事業基礎 我已經走過這個階段 朝下一個目標前進 我們的出發點不同 我懂了 先專心的跟工作談戀愛 再跟女生談戀愛 很好 你還年輕 只要事業有成 你可以找到最好的對象 過最好的生活 我就是最好的例子 老師 我看你常常跟學姐在吵架 那是不是最好的溝通啊 我說過了 我跟你的出發點不同 說了你也不會懂 總之 你要全心全意 專注在你的工作上 知道嗎 知道了 謝謝老師 老師 我先去忙了 譬如 Vamos 我們先去忙 읽 hö 尻尾 怎麼辦啊 剩下這麼一點錢 接下來的日子 怎麼過 我 親愛的Elsa公主 你的小王子 已經快餓死了 讓我一命吧 你有沒有發現我的聲音 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因為我真的快餓死了 聽到留言 趕快回店了好不好 拜託你 又在哄哪一個 有公主病的女友啊 這麼低聲下氣 你好適合當馬夫喔 Elsa公主是我媽 如果是我女朋友的話 我才不會這麼低聲下氣 你媽 你跟你媽講話那麼客氣喔 我也是不得已的 我媽加入賴之後 每天都要傳早安午安晚安 認同請分享 還有我發什麼 祝福文 我怎麼可能轉發祝福文啊 我爸媽和我阿嬤也會這樣子 這種長輩文我才不要轉發呢 所以我通通已讀不回 結果她就生氣 連電話都不接 你不用擔心 你媽媽氣消了之後 就會打給你了 是嗎 我倒覺得 你媽媽挺有個性的 可能想要藉這個機會 放生你吧 我是她金身骨肉耶 怎麼可以放生我 而且我媽對我來說 非常重要 我很愛她 你真的既貼心要相信耶 不像有些人缺錢 才會找爸媽 石正 總醫師不是找你嗎 對不起 這樣找我耶 拜拜